云林谷坑童花公园 上百株的童花逐渐的绽放 目前开了六七城 仿佛四月雪一样 非常的美丽 去年因为登革日疫情的关系 是一度风源 今年解封 县府还举办了童花祭 在今天正式登场 吸引不少游客 还有摄影爱好者 另外在彰化福田社区 同样是童花纷飞 白色的花瓣随风落下 步道上就像铺上了一层 这个雪白的地毯 非常的浪漫 有童花盛开 树梢挂满了白色花团 随风飘逸 景色美不伸收 而落下的童花布满了整条小镜 就仿佛铺上了一块雪白花毯一样 怎么拍都美丽 它下雪 下雪啊 很漂亮的 这里的树形它比较高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更多花在空中的时间 然后前面有一些树比较低一点 对 然后所以可以靠得很近 拍起来也很漂亮 之前因为登革热疫情 云林谷坑的童花公园没有开放 今年解封 县府还特地举办了童花祭 让游客可以在童花下漫步 体验客家文化 另外在张花的福田社区 同样也是童花纷飞 透过高空俯瞰 童花绽放约有六七成 片片的白色花瓣随风落下 就像下雪般 让人仿佛有置身国外的错觉 而这花季将会一直延续到五月下旬 不少各地的游客纷纷趁着假日来赏花 漫步在童花林间 要把这浪漫的美景 竞收盐地 解章话云林综合报道